另外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说的很对 你是头一天的 生存就必须逼迫着你 眼睛好使 耳朵好使 嘴巴好使 痛你要不然就挨揍 你要不然就危险 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好啊 好在哪里呢 他懂事 任何单位都喜欢 老板都愿意要他 知道节省啊 懂得爱惜啊 人情势力通 该什么时候说话 该什么时候做什么 都明白啊 受过学习 受过这个苦 受过这个罪 所以现在拿着个大学文凭 就你们讲的 大学里的那些学生出来之后 现在为什么大学 大学生找工作难 淘汰率那么高 百分之九十 老板看不上 为什么呢 还不够伺候他的呢 什么都看不出来 什么都不懂 哪个地方要这个孤奶奶 哪个地方要这个大爷 这你才知道啊 溺哀 把你们都毁了 二十年来 二十年来 第一次知道 活着 人生的滋味 如果没有这一堂课 你永远都不知道 活着是怎么回事 那父母死了呢 家里人都死光了呢 我看你吃谁去吧 现在的女孩子 为了所谓的享乐 什么事都敢干 什么没脸的事都敢干 你看那三培小姐 穿着名牌 招摇过世 她还不如 那个捡瓶子的 人家自食其力 她宁可去当妓女 以宁可去做这种下三滥的事 她也不能受你们的苦 所以今天很多人去羡慕 你知道她在干嘛呢 穿成那模样 好像挺漂亮 指不定干什么的 所以受这点苦有好处 好处在哪里呢 知道人不能为了赚钱 去做坏事 做恶事 那怎么办呢 过过这种生活 你体会体会 活着该有多不容易 那反过来要干嘛 人要长本事 这辈子不能干什么 你难道这辈子 要靠捡瓶子为生吗 那父母看着多难过啊 说我们家出了一个石垃圾的 真光彩了 这是让你们体会 不是让你们干这个 人活着不容易 是这个意思 那怎么办 长学问啊 学习啊 你不学习将来 谁给你饭吃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说 有的是可以赚钱的地方 那是造恶业去了 到那些地方去了 好像是挺有钱 都是凶财啊 靠说假话 骗别人 坑别人 害别人 靠这个卖假货来 来来来 来赚钱 那个能干吗 那个不能干 你干什么 先从这个做起 不受这个苦 你永远不知道 摆在你面前 那个发 穿在身上的衣服 是怎么来的 最难得的一堂课 不是说虐待你们 不是老是糊涂 不是 你不经历这个 你不知道啊 活着得有多不容易 不是说 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 诚心受这个罪 不是啊 那你说马路上那么多 白发苍苍老人 在那垃圾桶里 去捡这个瓶子 他为什么呀 他但凡还有一条别的路 他能那样吗 穿得整齐干净 偷偷摸摸 垃圾桶里的翻 肯定 闺女儿子不养啊 手里没钱呢 六分钱一个 捡去吧 很多大城市 你去看 那老年人都在做这个 好可怜啊 年轻的时候浪费 想要钱是 一分钱没有 人不知道节节 不知道生活是怎么来 你们吃馒头 一小口一小口吃 为什么 谁这么教你了 谁强迫你了 没有人 这堂课让你明白了 知道珍惜 你这辈子 你拿着 你遇到馒头 遇到饭 你还会浪费 还会扔吗 你自己问自己 你还能干这事吗 喝矿泉水 喝一瓣扔了 喝一口扔了 你还能干这事 你是过来的呀 这一天虽然短 你是过来人的 你知证那东西 那钱怎么来的 三块五 人家 连休再辱 再赶你 轰走了 什么心情 那父母赚钱 都是别人 塞你爸爸妈妈 都是里的 什么屈辱不得受啊 起早贪黑 批性戴悦 钱拿回来 干嘛 先想着子女 子女呢 一个比一个混蛋 我说这话 不是拿大道理 来教育别人 教训别人 不是这个意思 是现在的年轻人 太混蛋了 太可怕了 你们没上这堂课 你们能知道吗 怎么说 怎么打 怎么骂 不管用 我们说 我都想给那垃圾桶磕个桶 他教育了你们 不把你们放到这份上 永远是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你就不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老师掏钱给我们饭吃 凭什么呀 有没有想 你今天付出了这一天的劳动 自食其力 你吃这个 你心安理得 这回你再看到那些 周围的那些同学朋友 年轻人 手无寸草之功 折磨父母好多年 还跟父母要钱 还舔着脸要钱 一点德行没有 一点付出没有 就是干要钱 父母还就给 为什么要上这堂课 你懂我的意思 懂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不知道做何感受 他们在这里边所讲的 都是肺腑之言 终于明白是这么回事 对了 所以早学早受益 你何必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在这 哭哭咧咧的呢 我错了 那家长早办法 我们再看看现在电视台 尤其是那些娱乐节目 有说正经话的 为什么不播播这些节目 让天下的父母 认识这些我们的学生们 孩子们 年轻人们 都受受好的教育 现在大学还能睁得开眼 你就看那个宿舍 那叫人呆的地方 他就在里边呆 大家都这样 都当猪虫 都当畜生 这不是骂他 你看他不叫猪娟 那叫什么 一点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 吃父母 喝父母 然后还不以为吃 自己人的样子没有 出来好像还挺干净 一回到宿舍 猪娟 你就可想而知 他能不能活下去 要我说很难 他没上过今天这堂课呀 他根本就不知道 人活下去正常 应该什么样子 哪是这么糟的 我记得原来论坛上忏悔的时候 有一个小牛 他上去忏悔 教育了很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 也教育了他妈妈 他妈妈也上台忏悔 为什么呢 伸手要钱就给 一千两千就给 那小牛买完那个衣服 新衣服 那裤子还戴着商标 新的没拆呢 怕他妈妈说他浪费 直接 直接给扔到垃圾桶去了 你说这孩子 怕说他乱花钱买衣服 直接扔垃圾桶去了 吃喝玩乐逛酒吧 就差戏毒了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你想不到吧 他还是学幼师的 我们听了不寒而栗 也就是说他从学校出来之后 他是幼儿园老师 你说就这人 他自己怎么活着 他都不知道 他还能教得了孩子 所以说 我们希望师范学校 师范学院 快开这堂课 快把这个节目放放吧 活着这光盘 快放吧 他自己都不会活 他怎么能教别人呢 所以孩子们 幼儿园的 小学中学 大学研究所 通通都得上这堂课 怎么活着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你讲那些学问 有什么用啊 就这些东西 讲完了之后 讲完了 还是得别人伺候他 他还会上街饿死 要饭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啊 失败啊 过去 你不要说古代 我们小的时候 都要受活着的教育 家家都教 现在他不教了 家长们都是八零后的 他们当父母了 没概念 溺爱大的 一盒花 都是被灌大 他没概念 老人说话 他别说 就这副嘴脸 最后呢 最后 一代不如一代 白痴话 说这话 民间老话 叫话操理不操 这话听上去 挺不入耳的 好像挺操了 挺粗糙的 道理不粗糙 你听吧 真是 一代一代 越来越像是白痴 什么都不会 老人呢 要是走了呢 没想过 天天下饭玩 看看这个节目 我们相信 一家老小都会觉目 欢迎收看 四海回生 那我这边有一位 手机尾号为8307的 来自于北京的观众 他给我们的网站留言 他是这样说的 记得小时候 父亲经常教育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 要不然的话 将来长大了 上街要饭都没有人给你 到时候你就等着饿死吧 因为父亲小时候 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国家的振灾粮 没有发给我们家 至少说在我们村子里 是这个情况 父亲当时还曾经饿晕过 然后呢就带着我的姑姑 出去一起去要过饭 以前父亲给我讲 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只是把它当作故事来听 并没有往心里去 但今天看了活着这个节目 深有感动 特别是从知恩报恩 和忍辱精进 这两方面 有了深刻的理解 非常感恩各位老师 我这里有一条 是观众在网站上 给我们的留言 是一位广州的观众 他是一个 已经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了 家里有一个 正在读高三的小孩 他说活着这套节目呢 在农历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 全部都看完了 那真是一口气看完的 因为这四集节目 有将近九个小时 看的过程中 经常流泪 想到了很多 以前没有想到的东西 也发现了自己 很多的不足 借苦为师 是佛陀留给世人的 无上良药 只有亲身去实行 才能够得到利益 老师在讲课中 多次提到了六根敏锐 他说确实是 只有在活着这一个目的下 人的六根 才能够比常人敏锐 他说这就是真正的 以借苦为师 以前对于六根都社念佛 总是想不明白 他还是一位念佛的居士 现在终于有了新的感受 能够对峙 自己在念佛中出现的 昏尘和调举 在农地年初二的时候 去超市买日用品 这位广州的观众 他就会细心去留意 街上的垃圾桶 还有行人 他就发现 还真的看到了 两个减废品的老人 他说 以前是从来没有 有这种观察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 视而不见 六根不灵 以至于此 深感惭愧 好 那么这边 我还有一位观众 他是加拿大的 中国留学生 他姓江 他也是通过邮箱给我们发来信息 他说 我现在在加拿大上大学 我的老家是山西省长治市 在我爸爸妈妈学佛的过程当中 我也很有幸了解到了老法师 我在现在在加拿大 也是可以打开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的网站 然后呢 只要网上有新的节目播出 然后呢 我就会第一时间去观看 现在基本上已经把全部节目 看了有一半了 这位观众他还说 现在很多大学生呢 都很迷茫 包括我自己 因为不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连自己所学的专业也没有搞清楚 对自己的前途不知所措 但是最近看了活着这个节目 感触非常的深 就懂得了吃苦的好处 和修复的基本条件 总之呢 之前自己不正确的人生观 也有所改变 比如说 以前周围的人都觉得 人生就应该是享受 现在明白了 其实享受是在消耗自己的福报呀 我这里下面要读几条 是土豆网上观众的留言 这个观众比较激动 他说 好看 比春晚还好看 老祖宗的教诲 以简朴为荣 以劳动为荣 通过自己的双手挣来的钱 才踏实 下一条呢 这位观众说 感恩老师 给予我们人性和人道的教育 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 所缺少的精神食粮 一个节目能够救一条人命 你看我这里有一条观众留言 他说自己本来是想死的 看了活着这个节目呢 又有点想活了 希望这个观众 能够多看一看网站的节目 不要再有轻生的念头 捡垃圾的人都能够活得这么好 你也一定能够坚强的活下去 下一条观众留言是这样说的 他说 活着这个节目里 老师讲的太好了 人们都应该好好的看一看 佛法原来是这么好 我简直太高兴了 我这里这一条观众讲 历史早晚会证明 老师拯救华夏文明的伟大贡献 是不可磨灭的 因为中国已经有太多的人 被完全的西化 物化和异化 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这类人除了吃喝玩乐 娇奢淫逸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活着的任何意义了 如同野兽 混吃等死而已 人类早晚要反思这段可耻的历史 我这边还有一位观众 他是通过新浪微博 给我们发来信息 这位观众 他看的是非常投入 因为他这样说道 说这两天一直在看老师的新节目 活着 结果我晚上做梦的时候都在捡垃圾 并且还梦到 废品收购站都倒闭了 然后我和自己的一个合伙人 拿着捡垃圾的钱 开了一个废品收购站 发现自己以前浪费食物的行为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们中国现在还要一亿多人 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那么在非洲 饥饿的难民就更多了 以后真的是不敢再浪费了 一定要惜福 这里是生活教育系列节目 活着第一集 你今天捡垃圾捡瓶子 卖了多少钱 我今天捡瓶子 卖了一块三毛钱 一天 一块三毛钱 那你说说你的感受 今年多大年岁 三十三 三十三岁 好 你说说你的感受 我这几天就感觉到 生活的不容易 因为自己没有受过这样的苦 所以说我不知道 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底层的人 第一次知道 嗯 你在家里边 过去是一种什么生活情况 我在家里 我小的时候 家里人不让我做家务 没有怎么做过家务事 比如说做饭 打扫卫生 洗衣服 小的时候 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妈妈做 后来我大一点 跟奶奶爷爷住在一起 我的奶奶非常的宠我 所以说我小的时候 脾气很大 然后很任性 应该是叫声惯养 长大了养尊处优的状态 嗯 那后来 这个成家之后 怎么做太太呢 跟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 我不会做家务 然后又很任性 很自私 就说什么事情 都要围着我转 如果有一件事情 不合我的意 我就会发脾气 甚至于 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 我会去砸凳子 就有一句话说的不对 我就会去这样去做 我就很任性 很任性 然后我不会做家务 也不会做饭 这是头一次 这个上这样的课 头一次上这样的课 这一天 捡瓶子 捡垃圾 来养活自己 有什么感受啊 就是我最开始 我捡了二十多个瓶子 我以为可以卖很多钱 然后我跑去了 我 我就 他一看了一下 他给了我一块三毛钱 你这一天就这二十多瓶子 嗯 因为我 我就 我有点娇气嘛 就是说我就饿不责 就是说 我用东西我要买好的 就是穿衣服要穿好的 然后吃东西我要吃好的 包括我打吊针 那个医生问我要打国内的 还是打进口的 我就说我要打进口 那你要求这么高 你的钱从哪来 你想过没有 就是 以前上班 有挣钱 是 那你现在呢 现在我 我就发现 这个钱来得多么不容易 我以前看到钱 看到几毛钱 或者几块钱 我没有感觉 包括几十块钱 都没有感觉 你今天有感觉了 有 我现在看到五毛钱 就很有感觉 因为我还是有一点娇气嘛 我就想去吃东西 因为我就很注重 一定要吃早餐 不然的话 怕等一下饿了 我就拿这一块三毛钱 我就想去买早餐吃 然后我就想 那一块三 我只能买馒头吃 因为馒头最便宜 就以前我吃早餐是很挑剔 我吃早餐 我要吃包子馒头 或者玉米 红薯 吃了我还要加一碗粥 就是最 或者配一个豆浆啊 什么的 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我今天 我再买一个馒头 我都舍不得 我就把那个八毛钱 我就留着 后来我就 找到一个地方 我就看到他说 遭终点工 我问他 他说现在不招人 然后我就很低声下气的 我就跟他讲 我说老板 我说我 我不要钱 你给我吃一顿饭好吗 然后后来他就犹豫了一下 他就说好 那你等一下过来吧 就是他是一个餐厅嘛 然后呢 我就感觉 我很紧张 就是只要有客人来 我就会很紧张 我就会很紧张 要去倒水 我就很看别人脸色 很不容易 我为了这一顿饭 然后客人一走 我就要忙着去擦桌子 要收盘子 我就很怕我做得不好 你是不是长这么大第一次 嗯 从来没有过 是 养尊处优太久了 吃那个饭 你干什么感受 我吃饭 我就想多吃一点 我就想 我 我要 我就多吃一点 我在这里劳动了一天 我要多吃一点 你原来是 是干哪个行业 我以前在五星期酒店 做过销售 也做过大堂妇礼 你现在学了传统话 嗯 反省原来所赚到的钱 是不是经常要说假话 骗别人 是 就是你要拉关系嘛 你要给那客人送礼 你要 要巴结他 让他把客人安排在这里坐 然后就要说假话 骗人 还有有的时候 我们的会议室不好 我也要把他吹得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卖发票 就是卖发票赚钱 但就是赚了很多凶财 就是 而且我发现 我每次赚到的凶财 我就会马上出去 就是我自己都得不到 留不住 留不住 就完全就 不管是用什么方式 就会没有 那你现在你学传统话 你懂了 你要不然就去造恶业 去赚那些钱 说假话 骗人 卖假货 做这些事情 好像是 吃得也好 穿得也好 那是造恶业赚来的钱 那要有恶报的 你说不干这个 走正路 不干这个 走正路 从最低的 最苦的开始 你比如像这个 从剪瓶子开始 那你做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这堂课是必须要学的 你要不然永远也不知道 这钱 走正道 这钱怎么来 不造恶业 你想想 你还有哪些感受 我就感觉我今天 在那里 那个餐厅 我干活 我干得很卖力 然后我很紧张 因为我就感觉 我很怕老板 觉得我干得不好 我就有空 我就去帮阿姨洗碗 然后帮她洗 洗菜 摘菜 最后 当我要走的时候 我跟那个老板告别 我说我要走了 我说明天还来 但是劝那个老板 告诉我 你明天不用来了 我当时我是很难过的 我为了吃这个饭 然后我不要她的钱 干了一天 最后她第二天 还不要我来 后来我就 往回走的时候 我就很想哭 但是呢 我又忍住 没有哭不出来 我心里很难过 我一边走 就一边在反省 然后我就发现 其实我 其实我如果到外面 去做一份工 我连做这样的工 别人都不要我 我真的 我自以为自己很有能力 但是实际上 我是没有能力 你自己有个女儿 上完了这个课 你准备怎么教育你的 闺女 我要告诉她 这个每一分钱 都是来之不易的 要好好的珍惜 还有就是外面的世界 是那个社会上的污染 是很多 因为我今天发现 来吃饭的人 有99%的人都会顺饭 有的人甚至吃两口 他就不吃了 那个饭就倒掉了 就是个小饭馆 很普通的饭店 就是很普通的 就像一个快餐店一样的 我就感觉这个社会上的那种污染 太严重了 你自己能感觉到 你还有个女儿 你女儿如果没学传统话 你想多可怕 是 你这是明白了点 转过来一些 否则的话 现在很多人认为这是好的 都还在追求 活着不容易 活成一个正常人 更不容易 有饭吃 有水喝就行了 还有污染 他是活得挺健康 是个坏人 价值观都是错的 你说现在没有传统话 行不行 你自己想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 入门必修课 是今年 也是33老师 今年也是33岁 今天 剪瓶子也是头一天的 卖了多少钱 卖了21亿 20亿 有什么感受 觉得这个钱 舍不得花 就是大家都争的这个钱 和现在剪瓶子 卖的这个钱 不是一个钱 就觉得自己这个钱 挺干净 就是没有出门之前 就觉得挺新鲜的 就觉得从来没寻思过 大老远来到这里 还会上这么一堂课 然后等着我们出去这个门的时候 结果就看第一眼 就是有一个男的 然后就拎了 已经拎了半袋子了 然后我就觉得 就挺有压力的 我们这个点出来 都已经有人在剪了 不是光我们自己剪瓶子 是有很多的人都在剪瓶子 就觉得挺有压力的 然后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今天能不能吃上饭 就是这种感觉 就慢慢有一点这种体会 活着这俩词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怎么活 我其实我是一个很那个 也是很浇灌的一个人 就是虽然我是农村的 但是呢 我还是很挑 很浇灌 当我就是 因为花了我爸妈太多的钱 然后到现在还一直在花他们的钱 就他们给我优个三千两千的 我都觉得他们是农村的 他们是种果树的 然后有时候天不下雨的时候 他们要去抢水 然后要24个小时可能都不能睡觉 就是在那排号等着水 然后浇果树 然后呢 就是我就一幕一幕的 就想到了以前 就是我妈妈他们以前 就是没有这个机器的时候 就用敲的一条一条的来挑 就肩膀那个衣服 磨的都磨坏了 完了补上补丁再磨坏 这都是今天捡垃圾 捡破烂的时候 对 才想起来 以前没有想起来过 以前是教生观养长大 对 就是像老师讲的小姑奶奶 伺候过来 对 伺候过来 我身体不是太好 所以就一直就有病 我手上所有的血管都鼓不起来了 就是才这么年轻 就是血管都已经打伤了 然后呢 我今天没有在想 那我得动啊 我得动弹 我得干活 我得劳动 我才能活得好 我才能没病 我没病了 我就能照顾我的父母 我就不用让我父母操心 那我就能胖起来嘛 我胖胖的 然后我健健康康的 这就是最大的孝顺 我一直找不到 找不到就是说 我从哪方面来进校 我就觉得我要好好干活 我一定要要多吃苦 我要要做到 要把学到的做到 这就是我的一个近期的目标 然后呢 就是今天出去捡这些 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渴 特别特别的渴 没水 对 没有水 但是呢 一开始就是临走之前 就喝了两杯水 喝了两杯水 就这个就成了一上午 等着我捡垃圾也是 因为我习气很重 就是我一直都不能让 自己身上那个衣服太湿 就是出汗 就出了汗 我就要马上换干的 就是非常浇灌自己 所以说今天又累 又脏 又出汗 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就是这样 不也活过来了吗 而且我还觉得 今天活得特别好 我觉得今天我长大了 就不是像那么以前 那么废无淡了 我就觉得 不像以前像个大婴领了 大婴儿了 我就有一点点长大了 就是一点一点 那个习气 就慢慢克服 就那个减 你想减肺瓶 它肯定是要脏的嘛 手也会脏 那个东西也会味儿嘛 就我还就是 对这个异味儿 特别特别的敏感 我到现在 我就 我都不跟我父母 用一个杯子 就我爸妈用过的碗 我是肯定不会用的 就今天了 我就知道 我的身体哪来的 那你在家里面 确实是姑奶奶 是 今天捡垃圾 一共卖了多少钱 卖了21 老师 21 怎么样 吃中午吃的什么 我也是想就买馒头 什么咸菜的什么 就啥也不用想了 然后我问他多少钱 一个 他说五毛钱 我说那我吃两个 应该饱了 我没有想到 五毛钱